那我们现在讲第十四章 有关原子的原子跟分子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要讲的是最简单的 我们讲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氦原子 氦原子就是有两个电子 那我们知道氦原子有一个原子 这三个粒子的系统 那你们知道谁滤血的时候 我们常常有双体运动 双体运动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直行运动 加上什么样 加上相对运动 但身体就不要麻烦 身体就没有这么简单 那我们再处理这个氦原子的问题 我们做一些省略 我们省略掉很多东西 我们省略有 我不知道谁在下面 第一个是原子和运动 那第二个 我们省略掉 因子和运动我省略掉 那相对运效应也省略掉 那另外呢 自旋 自旋轨道交货之间我们也省略掉 那第四个 一个电子 一个电子 他做运动的时候 他会产生磁场 我们把他磁场 对另外电子的影响 我们把它省略掉 这样牵手 我写得很吵 怎么样 你说什么 这能量都很小 所以我们可以省略掉 我们就会省略 因为这些能量很小 所以我们不把它省略掉 所以我们底下 也就是说底下我们谈的 那个 哈密通尼尔 就不包括这些了 我们把它省略掉 所以我们的哈密通尼尔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剩下这几下 这是两个的动能 两个电子的动能 两个电子所怎么样 相对原始的位能 那最后一下是 电子跟电子之间的交互作用 就酷仁位能 酷仁排斥能 这边 我这边可能 电子运动 我补充一下 才比较明确 我说这句话 你们第四个 你们书本不是这样写的 书本是说 写电子产生的电流 这样知道 你们如果看书的话 书上是说电流 一个电子的电流 对另外一个电子的影响 电流这是怎么样 电流这是磁场 这样知道我讲的意思没有 我们要解这个问题 我们当然也是 我们要解序的 那解序的电子的贵选 那解序的电子的贵选 这一项是比较麻烦的一项 所以我们通常怎么做呢 我们先把这一项 我们先把这一项 先不用管 把它当作怎么样 当作围绕项 但事实上它不是围绕 因为这一项是很强的 是很大的一项 当然能量也是很大 但我们暂时把它当作怎么样 把它当作围绕一样 这样坚持吗 所以我们先不管这个 这一项我们先不处理 我们先把原先的 那这样的话 它们就变成这样 我们就变成这样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 就是 我们就可以分成两项 那这一项是这 我们分成两项 那这个就相当于是两个独立系统 这相当于是两个独立系统 那H1跟H2的解呢 我们有没有解 我们都已经解构了 还是这是什么解 H1跟H2是什么解 应该知道 这是一个电子的动能 这是未能部分 对不对 那它的解是什么解 我们先看 对 I跟Function 我们就这样写 那第二个解是这个解 就是我们两组解 那这个呢 这个当然这是固定的 九血函数 这两个解呢 在你们书上已经有了 这书上的 在第138页 那第138页 你们可以找到这两个函数 那能量呢 你们告诉我 能量省了多少 待会空事 我就直接写数目了 13.6 负的13.6 然后怎么 z平方 1平方 对不对 这个呢 负的13.6 z平方 然后怎么样 n2平方 对不对 对好 那我们现在z等于多少 我们现在是亥原子 我们现在是亥原子 对 亥原子z等于多少 对 z等于2 对不对 所以这个能量是等于多少 负的13.6 乘上的2 乘上2的平方 然后再除以n1平方 所以能量是这个 总能量是这个 1 1加上 对不对 对好 然后等于什么 负的13.6 对好 然后乘上 2的平 就z平方 接在这里 z平方 然后再 这个再乘上 n1平方 加上 这是我们的重能量 这EV 那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说 这个公司告诉我们 就是说 什么时候能量最低 能量最小 就是n1等于1的时候 n2等于1的时候 对不对 那这是能量 所以基态 我就写在这边 所以基态 对不对 然后能量呢 能量等于多少 能量等于右边那边 负13.6 乘上4 然后乘上多少 一乘以二 所以等于多少 你们书上那个 负108 我们就得到这 这能量 然后第一个激发态呢 第一个激发态 比基态更高一点点的 那个状态 n1等于1 n2等于多少 n2等于2 那我们把他带到那个公司 这样的问题就可以 也可以算出来 ok ok 然后底下我们就要讨论 就是说 我们刚才第13章 第13章 第13章告诉我们说 因为电子是什么 电子是分泌 是分泌 对不对 所以电子的破坏数要满足什么 要满足包的原理 就电子的破坏数要满足包的原理 那我在13章 我们才上星期我们才讲 我们才讲过 两个电子的系统 现在只有两个电子吧 两个电子的系统破坏数 我们该怎么写 ok 我现在用你们书上的符号 有两个 对 对 破坏数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反对称 就是说 要满足包的原理 破坏数一定要反对称 那反对称有两种情形 我还记不记得 我们再看 好 总破坏数反对称有两种情形 一个是轨道怎么样 轨道对称 那个 自旋反对称 好 一个是轨道对称 一个是反对称 ok 好 那我们现在看基态 这基态 就能量最低状态 破坏数 破坏数 我们知道基态是两个都怎么样 基态的两个都是1 N1跟N2 那我们知道1是哪一个 1是5100 所以我们同学 我们是不是上课了 5100 我们有这两个破坏数 对不对 对 那我在前面那一章 在前面那一章 我讲过就是 这是相同轨道 这是相同轨道 对 相同轨道 相同轨道 自旋一定必须要怎么样 一定要反对称 对 自旋必须是反对称的 对 那 轨道的破坏数呢 好 因为是相同轨道 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两个相乘 好 那轨道就直接两个相乘 OK 好 所以破坏数已经知道了 好 我们已经知道破坏数了 好 那另一种情形 那我们再看 好 那激发态 好 第一个激发态 第一个激发态 就是比激态 上面那个状态 好 那N1 N1 是等于1 所以是Phi Phi 100 对不对 那另外呢 N2是等于2 这有两个 这有两种情形 一个是什么 怎么样 Phi 200 然后另外也是Phi 2 1 0 对 1 正1 正1 0 -1 -1 有两种情形 那这是L等于1 M可以多少 正1 0 跟-1 總共有这四种 OK 那底下 那底下 Phi Phi A的话 只要等于这个 对不对 那这有两 我们再复习一下 那个 所以这是等于1 2 Phi 100 1 0 等于什么 加的 这是那个 自旋部分是反对称的 那另外的自旋部分是对称的 这边是简号的 这是我们知道的 电子的破函数 必须要这样写的 要才满足那个包裏原理 那下一步呢 下一步我们就要考虑怎么样 考虑电子跟电子交互作用那一项 电子交互作用那一项 那一项是这样子 我们第一步要先考虑机态 然后我们考虑这一项 就是电子电子之间的排斥 排斥位能的影响 然后在算这个问题的时候 在算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还是 我们可以用围绕理论的观念 DJ围绕 DJ围绕怎么算 但事实上它不是很小 事实上不能讲围绕 因为这一项很大 但我们现在初步估计 我们先用原先的破函数 来算这一项 所以我们该怎么算 我们写在那边 对不对 我们取它的那个预期值 那这边 这边 我们知道这种破案是包括 空间部分跟自选 轨道部分跟自选部分 对不对 那这是只有空 这只有什么呀 只有空间部分 所以我们就这样写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 U 我把它写在那边 我把它写在那边 Fy 因为机态是这个 机态是这个 所以我们把它带进来 Fy 100 对 然后 是这样 我们把轨道部分 空间部分跟自选部分 我们分开来做 对 都抄好没有 对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 把这个破函数带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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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得到 对不对 好 我们就得到这个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先看 物理意义 先看物理意义 好 这一项跟这一项 是一样的 好 所以是共复 这是它共复复数 嘛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在一起 所以这边变成这样子 好 我们把一平方提出来 好 然后这是 好 是不是这样 好 好 因为 这一项跟这一项 就是这个 绝对值平方 这一项 乘这一项 是这个绝对值平方 对不对 OK 那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这个物理意义 你们知道这个积分 这是什么物理意义 你们知道 这是什么 电子的后燃率平方 你在乘上一 就乘上电子的密度 对不起 乘上负一 负一是电子的电量 负一是电子的电量 然后再乘 所以负一 然后这是什么 后燃数的绝对值平方 这是发现电子的什么 的后燃率 那我们现在都知道 电子的后燃率 其实可以把它看成怎么样 看成电子的密度 所以这乘起来是什么 所以这乘起来是什么 电荷密度 它的物理意义就是电荷密度 就是一个电子 我再讲一次 一个电子 一个电子 在这个轨道中 怎么样 在这个轨道中的电子 的什么 是对应的电荷密度 所以你看 所以这个积分是什么 这积分是什么物理意义 就是说 这个电子 所产生的什么 所产生的库能未能 对象应该讲库能未能厂 电厂 不是说定位厂 就是说第一个电子 一个电子 一个电子 就是说在这个轨道中的电子 所对应的怎么样 所定位定位厂 我把它写在这边好了 最后写的意思 就是说 一个电子 在这个轨道的电子 它所建立的 在这个地方 在R1这个位置 所建立的定位厂 基本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第二个电子 第二个电子所建立的定位厂 然后总共的排斥 总共的能量是怎么样 第一个电子跟怎么样 第一个电子跟第二个电子 是什么 它交互作用的积分 就库能未能排斥 排斥能量 我刚刚讲的是 根本讲它的物理意义 那下一步 我们看我们怎么样 把这个算出来 怎么样把这个积分 把这个积分算出来 书上 你们的书上 用了两种方法 用了两种方法 去算这个积分 这个函数是已经知道的 这个函数在这里 我擦掉 我们把它来看 怎么样算这个 这是你们在书本上 138 你可以找到这个公式 这是镜像的R10 这是求学函数 那这等于多少 那你们知道这是等于 根号四百分之一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其实这边有一个根号二 可以提出来 可以把它削掉 所以我就直接写了 这等于什么 四开根号出来 二跟二削掉 所以我就直接写那个 π 根号π分之一 那我们把这个呢 带到这个积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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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好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 你知道怎么来的 你们看 这边 这边总共有四个 这是平方 这是平方 对不对 这平方是平方 所以 所以总共是 总共是 总共是这个细数的 怎么样 这细数的 四次方 四次方就是 开根号嘛 所以最后变成平方 那这是那个 这是原先这个平方 这是它的平方 所以这边多个二 这边多个二 好 那我们要做这个积分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利用这个 我们用这个展开式 这两个向量的 两个向量的叉嘛 两个向量的叉 然后它的 你可以展开成这 这theta 应该知道什么 theta是什么 对theta是两个向量的夹角 好 我们可以先做这个 先做第二个角度积分 然后后面这个 这证明书上用的第一种方法 那我就直接把结果写出来 一个是 cos 这是从零到 theta的积分是从零到π 这样会 theta的积分是从零到π 零到π的积分 那零到π 用cos theta theta的积分是从多少 一到π 那这个是等 所以这个是等于 这是你书上的公式 你们知道这怎么来的 叫做cos theta 等于正一的时候 是哪一项 是这一项 那这个呢 是cos theta 等于π 对不起 一个是π 负一 负一的时候 这边是r1加上r2的平方 开根号以后 变成r1加r2 这个呢 正一的话 正一的话这项变成什么 如果正一的话 这是等于什么 你r1-r2的平方 然后再开平方 所以绝对值是这样来的 因为我们知道开平方 永远要怎么样 开平方永远要是正的 这样知到一证 这要怎么来的 那你们书上 些书上你得到公式的 这角度的积分部 然后再带进去把怎么样 把那个R1跟R2的机温再机温出来 这是书上用的方法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我们要比较好 第二种方法它是把它怎么样 把这个展开成 那个Legendal Polynomial Legendal Polynomial 那我现在又教你们另一种方法 觉得比较好的方法 我们来这样用 你们用这个公式 这是很重要的公式 我们常常用到 尤其你们在学电磁学的时候 电磁学你们学过了 以后你们读研究的时候 你们读研究的时候 你们要学什么样 要学电动绿学 电动绿学是必修的 就会常常用到这个公式 所以我们的机温变成什么 我们机温变成这样 然后我们把这个带进来 就得到这 我就得到这四 还继续的这个机温是多少 我记得上次上次跟你们讲过 然后第一个 L等0 L等0 M等0 L等0 M等0 是什么呀 是根号四拍分之一 然后 这立理角基本是四拍 四拍来除以根号四分之拍 所以变成根号四分之拍 那L不等0的话 M不等0的话 这机温是0 所以我们在三面讯 原先是这样 从L等0到无限到M 对不对 现在主生哪一项 主生是L等0跟M等0的那一项 这样就会吗 那这两个 这两个积分就是根号四拍的平方 所以变成四拍 所以我们就得到 所以这积分 所以我们就得到结论是 等于是161平方 然后ZA0六次方 0次 这边是R1 你们听上去 等于这个结论 你知道这是怎么来的 你看 我们这边是四拍 四拍 然后四 这边有个四拍 所以四是16 所以这16是四的平方来的 然后这个剩下是这个 这三次方两平方 所以是六次方 然后拍呢 拍消掉了 这边是拍 这边有个拍 所以是拍平方 拍平方 这边又有个拍平方 所以拍平方消掉了 所以剩下是这 那这是 这一项是这一项 L等于0 就L等于0 L等于0的话 上面是1 底下是R大语的 一次方 这样知道 这四是怎么来的 我们现在不要做这积分 我们就要知道 这是哪一个 还记得R大语是什么项 我这四字我记得已经写过了 R大语是什么意思 R1跟R2中间 比较大的哪一个 所以这个四字 我们要将积分 那我们再看看 我分成两项 在这个区域里头 R大语是哪一个 你知道在这区域的R2 永远比R1要怎么样 因为R2是从0到R1 所以它永远比R1要小 所以这边R大语是哪一个 对R1 在这个区域呢 R2是从R1到5线大 所以它永远比R1要怎么样 永远比R大 所以这是R 我们可以把它简化 R2跟这边R2一次方 这平方就是一导数 这个跟这个 这个怎么样 消掉一个 剩下什么 我就不用 我就直接写了 这个跟这个消掉 这剩下一个 对不对 然后R1呢 可以提出来 因为R1不是在基因里头 所以R1可以提出来 剩下就应该回去了吧 你查基因表 你查基因表就可以做 最后把基因结果写出来是这样 这个基因出来最后结果是这样 那8分之5 就8分之5 然后J 然后1平方 那所以A0 你把这个常数 这数学常数 J等于2 对不对 我们现在是亥原子 所以J是等于2 那你再把1平方 这些物理常数带进去的话 最后得到这结论是 就是34EV 所以我们现在能量是多少 我们原先的基态能量是多少 负的108.8EV 对不对 这是原先 原先我们没有考虑 没有考虑R1 没有考虑电子电子交互之后 我们得到数目 我们考虑它排斥能力 排斥能量以后 变成这个 所以等于多少 等于负的74.8EV 这是我们计算 计算出来结果是这样 所以我们把基温 把基温做出来 然后带进去 得到它的能量 实验值呢 你们看看 我们虽然这么简单的算 对不对 已经很 跟实验值已经怎么样 还不错了 已经蛮接近了 就这两个比较 我们从把这修正项带进去以后 把电子跟电子排斥能量带进去以后 跟实验值已经不是差 不是差非常多了 让我们休息一下 哇 有充足啊